對我說謊 你是騙我 你是在國會的質詢台上 在國會的殿堂公然對我說謊 你要不要對我道歉 我現在在這裡公開向委員道歉 所以本來說 要談論他一個很重要因素 如果說他把它放出去 可是現在查沒有實證 後來就說他在國會 講了很多次的謊話 所以今天兩個監委就提名了 馬老師你認為說 一方面是法律問題 一方面就是誠信 是不是要追究 我想陳聰明這位檢察總長 站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他其實是中華民國的恥辱 我必須要這樣說 你想一個檢察總長 他的誠信受人懷疑 他是不是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是不是真正發生了問題 老實說呢 不只是一般民眾懷疑 我想連監委都發生懷疑 所以今天你在這樣一個監察院 找不到證據 用這樣一個抽象的法條 居然還能夠6比6打成平手 就表示連監察院裡面 也有很多人他覺得 我其實不能用法律制裁你 我仍然要對你表示不同意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陳聰明他的最好的一個選擇 是他個人 淫退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於 他坐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現在呢 使得整個司法體系的尊嚴 威信受到傷害 那是全國人受傷害 所以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而言呢 我覺得他應該有這個大事大廢 就是他現在不應該說 你抓不到我犯法 你不能制裁我 你無可奈何我 他不應該這樣說 他應該是我站在 檢察總長這個位置 比如說我假定今天 站在總統這個位置 而我的誠信 我的這個形勢的作風 甚至我是不是有設法 都受到全國的懷疑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總統 他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他自我贏 所以今天沒夠至少兩個 第一個 剛剛我們很多來賓講到嘛 立法院的退場機制 這是一個嘛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監察院可以在第二次 就跟曠疫症那個狀況一樣 可是今天陳聰明已經講了 那你就要提早下台 你給我一個法律的理由啊 所以我剛剛就講說 第二次當然不是說不行啦 你只要這個提案的委員 再次對於這個結果表達異議 然後呢就可以再召集 另外的九個人以上的人 來進行第二次會議 那如果像曠疫症上次的例子 就是第一次不成立 第二次成立了 那就進行彈劾了 這是最後final的 這代表整個 整個監察彈劾的體制當中 它有一個審證的部分啦 但如果說第二次 一樣跟第一次一樣 你就拿不出個具體證據來 那我坦白講 我覺得第二次的投票也是白搭 但如果說你在這 可是6比6很近啊 那如果說 對你可以賭一賭啦 我就可以賭一賭啦 那賭一賭之後呢 我覺得同樣的 你法律理由可能假如你過了 有另外一方人就說 那你法律理由薄弱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當然追根究底來談 我就已經談了快要一年多了 就是陳出民自己 然後真的可以自我了斷最好 但沒有辦法的話 我真的很想跟這個 陳出民檢察中央說一句話 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法律的理由 我給你一個道德的理由 夠不夠 今天講到總長不需要道德的理由嗎 所以我覺得面對這樣的東西 我實在很難去告訴全國的觀眾朋友說 我們無能為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向來台灣發生的政治問題 沒有一個單一因素的 都是一些環環相扣 不可能說一個人 他必須負起所有的責任 這一定是所有的 甚至包括朝野的這些政治人們 各自在盤算 各自有各自的利益 各自推脫 所以也曾這樣一個結果嗎 當初如果不是那些人 通過了陳出民會這樣子嗎 給你謝文定你不要 給你黃世民陳出民不要 到最後給了一個陳出民 事情不是這樣的發生了嗎 那現在你跟我們說兩手一攤 沒有辦法 我實在很難說得出口 但是眼前看起來 我真的不曉得有什麼別的方法啦 我是認為立法院或許可以一試 剛剛問題是 剛剛沈醫師認為說 這可能會對於憲政體制有所影響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不曉得 今天陳出民天大地大 全台灣的人都拿他沒辦法 我無法想像 我也無法理解 有時候不要針對完全單純是一個陳出民 那以後還有檢察總長嘛對不對 如果發生有些事 因為有一些人對他有爭議的時候 那怎麼解決啊 要有一個機制性的東西出來啊 我已經說過 這是一個四年來不斷爭論性的議題 今天只是戰告段落 這個段落 6比6也不會結束的 會繼續爭論下去 第一點是這位總長 陳總長的確是非常爭論性的人物 的確他的作為 我表態 他一點都不讓人家尊敬 也不讓人家害怕 你看對邱毅在國會道歉 那都看不見了 說那些都看不見了 但我高度肯定李富店委員 他盡他的責任 我覺得他做是對的 監察委員就應該做 不管你的證據是道德的或法律的 做了 那交付嘛 至於要不要再提出 我沒有意見 這是監察委員自己拿捏 但是我來講這個後果 傷害到兩件事 對特徵組 對整個檢查系統的公信力是傷害的 想想看 今天是參謀總長 如果在國會對著某位立委 說對不起 這總長還能帶兵嗎 我的請教 對他參謀本部的那些中將少將 人們帶兵 我請教就好了 第二點是 這個問題最後 台灣很特殊的政治生態 會傷到馬英九嗎 這概括承受就如此 那你說不管有沒有道理 政治來就很情緒的嘛 這結果 那這個結果下去是不是公允 我不做評論 但是很顯然的 並沒有因為今天6比6的結束 不管監察委員再提出的 以否 再提出審議以否 這個傷害性是非常大的 我對陳聰明的進退 我覺得那是他自己的事 我想哪怕他太大也不能影響他了 是他的作為 但是我們在盤觀者看 很顯然今天的最後結果 是對我們的檢查總長這個機制 這權利是非常大的傷害 包括也影響到馬英九 沈醫師 實際上大家談這個議題已經談很久了 今天監察是第一次把他搬到檯面來 那他還有一個機制就是必要的話他可以第二次提案 提案以後另外再來9到13個人出席 而且跟第一次6比6這12個人完全不一樣 所以看起來PK套財隨時會再產生 沒有錯了 但是今天這個整個過程跟結果 其實傷某種程度也傷了監察院的威脅 那我先來講6比6了 剛剛馬老師講說 起碼有6個人有一半的人看不下去了 所以投贊成票 這就是洋人所講的半杯滿半杯空 那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 也有一半6個人 他們非常對這個彈劾權的使用 非常的嚴謹 就是說你這兩個委員所提出來的理由 不足以讓我這個彈劾權投下贊成票 我覺得我們看一個事情是要應該這樣看 我也跟你們的看法一樣 我覺得陳聰明檢察總長 在那邊托著一個頭 然後說謝謝安道歉 真的丟進全國人民的臉 但是你用道德去要他 非他下來不可的話 他自有材料嘛 他願意讓人批兵的媽 他後來在歷史上留下來的 他自己負責 但是你不能說 我要用道德讓你下來 這是他自己的材料 我跟你講為什麼這是憲法層次 你知道嗎 因為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過的 要找出一個下台階 一個退場機制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最後再講一句 今天我們牽涉到的就是說謊 你看他那個唐赫文裡頭 他有沒有講說謊 他說說詞反覆 何必講得那麼文雅呢 有啦 說謊剛剛就道歉啊 不是啊 何必講得那麼文雅呢 說詞反覆就是說謊 但是齊凱我向你報告 在美國你可以罵一個人的媽媽 你不能說他說謊 你說他說謊 他咒死你 這麼嚴重啊 對 但是在台灣 你說他十次的說謊 無所謂 但請你不要罵他的媽媽 所以文嘉我們滿期待這個 陳總長幫我們建立一個典範出來 可是他現在沒辦法他講的就是什麼 你有辦法你拿法律來跟我講啊 請求他幫我們建立典範的不必 歐彌陀佛再聯絡 我覺得台灣社會在司法改革這件事情上面 還是要靠老百姓的自覺跟決心 而且要透過實際的投票行為制裁開空投支票的政客 根本就是形成一種貪腐的縱容的環境 讓這些檢察官在裡面可以在灰色地帶游走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把那個灰色地帶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清除掉 剛才藍宣講說陳總長是怎麼出身的 他是當時整個台灣這種政治權力糾葛之下一個典型的政治 妥協的一個產物 他終究必須回去向政治做服務 向政治做低頭 這麼這麼樣一個一個一個可悲的一種一種製造過程 我們為什麼要忍耐 我知道他的確有憲法上爭議的層次 可是不能因為憲法有爭議 他就妨礙我們的正義吧 有爭議但是不能因為有爭議就讓我們的正義要打折吧 這個國家的存在 憲法的存在 難道不是要讓我們老百姓的正義得以在法律的保障之下 一天一天的進步嗎 我是法律的外行人 我只懇求說 懂法律的馬總統 聲張正義 避免爭議更重要 好 期待我再補充一句 是的 我再補充一句 我跟你講 起碼有三個國民黨委員提了案子 就是說要有退場機制 包括我們的蔡政委員 委員 但是今天為什麼停滯不前 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我認為國民黨團要負責任的 向全國人民解釋為什麼不能動 要不然他給我們大家一個假象 那給我們一個假象 你連累了國民 把你連累了國民黨團的聲譽 也連累了馬英九總統 我覺得一個四分之三席次的國民黨團 可以這樣做嗎 我跟你講 我建議明天請蔡政委員回來 好 那就向大家解釋 好 早先把蔡政委員找來 問一下為什麼那個案子 退場機制的進度是停緩的 第二個 會不會有第二次的提案 我們就拭目以待 另外一個重要的案子 行政委員已經核定了 今年金公交1.5 可是已經很在討論了 扁在北首 他什麼領連中獎金領多少 37.5 那民進黨立反都看不下去 我們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 除了